吃板的撞雞湯的瓮突然爆開 裡面的烏骨雞整隻掉了 男子一用力雞瓮分離 鹹湯不夠燙 鹹湯不夠燙居然拿到火爐上加熱 沒想到雞瓮破開雞湯流滿桌 目擊者車到病鬼 完全沒人要幫忙救雞 他影片狂笑 為什麼我的雞湯跟別人不一樣 網友大歪樓變烤雞了 直接變慘案 端湯的還很淡定 我已經撤到黑菇 一鍋雞湯變成一桌雞湯 對 那以為它是淘沙鍋 所以就把它放上去 就變成流水雞了 只能適合在蒸籠裡面蒸而已 原來裝雞湯的瓮不能碰到明火 撐不到5秒就會爆開 在高雄只有民眾喝到加料奶茶 居然從杯底撈出一張員工證 是把名牌當茶包嗎 上面大名超清晰 就是名牌的主人 網友驚呆XXX 你的名牌是不是不見了 提早聖誕交換禮物 至少知道兇手是誰啊 賴不掉了 這可能是告白小驚喜 是蠻誇張的啦 而且那個那麼大 應該沒有發現也不太正常 慈禧市的那個名牌 在咬針那邊被牌已經掉下去了 慈禧市名牌沒掛好 整塊掉進飲料杯 客人快喝完才發現有夠傻眼 還有民眾買到超貴自助餐 PO出照片說 夾四小塊糖醋排骨 外加一顆芋頭丸子居然要80元 網友嚇壞 這是搶錢吧 太盤了 要是我會直接走人耶 現在一斤百九塊 我本身就買到十五塊了 我賣二十 小塊賣二十五 老闆說是成本太高沒算錯 原本是八十五 他已經便宜算他八十而已 太糟了 錯把裝湯的旺拿去 碰火整鍋爆掉 奇葩畫面引起哄堂大笑 記者綜合報導 無聊的 好 謝謝 大 есть 雙